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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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好抓 總之今天結論是我不會選擇 49分 出來拿早餐 這天氣真的很有趣 昨天熱到快34度 今天昼降 今天又穿長袖 昨天太累了 睡好飽 11點多就睡了 希望早上6點 好 因為老婆先打電話過來訂 你就過來拿不用等 今天算很快 今天是禮拜四 今天感覺比較沒有雜物可以做的事情 7點53 現在旁邊都是上班的車 今天周四 加油吧 早 昨天有睡飽 來吧 上工 趕進度 好 現在1點33分 那個可以偷迷到樓下 然後影片正在上傳 煎氣還差不多十分鐘而已 比較短 我先下去看一下 待個遙控器 因為他說他的 沒辦法控制煞車 我猜是不是遙控器 你覺得跟你平常滑的速度是一樣的 好 那我現在再把它切回來這個 你的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 這個呢 沒有 沒有剛剛快對不對 沒有這個快對不對 很神奇 我忘了 關 用我的遙控器就 看起來是正常 我說那可能是遙控器壞 好上來了 那個TOMMY的 果然是遙控器的問題 不用拆機器 我帶了幾個遙控器下去試 交叉式 試後發現 他原本遙控器 一推下去速度比較慢 然後 煞車也變得比較不停 等下換個遙控器就 他很客氣 然後帶 香蕉 這麼多 還有蘋果 裡面蘋果五顆 好 我正想說我要來打果製作 1.52 1.52 現在是2點50幾分 我剛本來已經出去 要去 要去那個郵局 然後順便去全聯買一下水果 因為剛剛有一些水果 我想要再買幾樣 來打水果汁 結果到電梯間的時候 那個LINE 讓一個朋友 叫做 宋明方 宋明方就傳訊息跟我講 不行 然後我就回去我的桌機去檢查影片 我覺得影片大概十分鐘不長 那竟然無法播放 是不是 表示我影片放太短 他不給我播 對啊,好幾個反應不能看 可是我可以播耶 而且我也公開了 難怪我覺得今天 看的人好少 沒辦法 這我目前我的技術沒辦法處理 不然就是 從上傳一個 待會再看看 我先出門 肚子好餓 又三點 我來去全聯 我來配一下 待會要擋的動作 我來去全聯 鱈的小球 我也來了 還可以 為甚麼 看 好 那麼 你今天就裡有了 egy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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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everything about you everything about you everything about you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買蛋餅 但是經過看他有開種 覺得好像讓他看到我不買一下不好意思 不過我是肚子真的很餓 剛剛有買那個 在全年有買那個麵包 我是想要去塗那天 那個Alex給我的果 那個花生醬 打果汁花生醬很不錯 回去弄 來打枝 有蘋果、鳳梨、番茄跟芭樂 那因為我弄太多 決定拿一些起來 不然我會吃太多 這裡還有 好來吧 那蘋果因為不能放就整顆打掉 那蘋果是剛剛那個 Tommy給我的 結果也是快滿了 你看 忽然想 不要了不要加花生醬 加堅果 我剛本來想加一匙花生醬下去 應該滿過的 加點水 這台不夠力 我家裡那台隨便下去就 就打掉了 好 有點顆粒 亂夾這個 有鳳梨有蘋果 應該是甜的 但是有巴的 還是甜的 還滿好喝的 你們在家還可以這樣打 反正有水果 水果只要有蘋果跟 蘋果跟鳳梨的話 基本上都會甜 那有些人會加冰塊 有那種冰沙的感覺 我這邊沒冰塊 反正這樣喝也不錯 4點28 6點在泡咖啡 先來做點別的事情 5點43分 來拉一下 對 有一些朋友 對我這個好像有點好奇 這個是 我在迪卡龍買的 然後它其實就是 只有一片 那這邊是指滑 那這邊是有手可以這樣穿過去 那這樣子抓的時候 比較有握持感 那我記得這個它是放在那個 跟 跟 啞鈴 啞鈴跟那個 槓鈴在一起的地方 這個 但是現在好像沒賣 我不知道 我很久沒有去掛 那通常 這樣抓的時候 比較好抓 比較不會滑電 現在怎麼說5下就很勉強 以前8下怎麼拉 好吧 差不多 好來泡咖啡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有嗎 看不出來 我就先不講 我今天下午那個影片上傳之後 出現的狀況 聽說今天 也有別人也遇到 原因不明 那時候正好在全聯 就是出去就全聯買東西 然後後來就 那個LINE啊 FB啊 甚至在Youtube留言 都有人說看不到 結果害我有點緊張 就在路邊一直找問題 後來發現 應該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 如果都看不到的話 你們是連留言都不能流 但是有留言只是看不到 那就表示我有公開看到 只是沒辦法看到內容 可能Youtube出問題 然後昨天啊 我在整理我電腦的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電腦 剪輯電腦那台 家裡那台的Notebook MVP 它的容量滿 就在刪一些舊的影片 我就發現 我們那個朱老師 煮咖啡的影片 我還記得那種在前幾台 那時候他有特別叮嚀我們 不要給 這穿衣服喔 穿衣服 它 會耽誤很多秒 而且 一碰到這個黑的 它就 去就漏了 下不來的 很危險 你們聽不懂齁 對 他說不要給黃西爐穿西裝 我待會兒解釋 先把上一批的爺家喝掉 然後我昨天不是影片有講說 我一個朋友來跟我拿SR500 那我跟他大概聊了一下 前陣子投資的狀況 因為他跟我一起都有投資那個 2912 然後我發現 這個的鼻水很少 所以有些人 不會倒掉 因為我這是 2.2元份上面是3元份 就是這個時候 不要穿西裝 立刻 立刻 立刻就 就要趕快 趕快 擦了 讓他趕快空氣壓縮 上面吸一下 講穿西裝就是這樣 布啊 水在下來對不對 布還打開 他還在摺 然後這樣子套上去 他說不要 要趕快 趕快就是 就屋上去 不要 不要在那邊遲疑 那是因為我昨天在整理影片的時候 我看到 我想對 一開始 我既然前兩堂課他就講 但是我後來就忘記 我今天來吃這個 欸不對 今天來吃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已經有切開了 欸 他中間已經 他中間已經有奶油了 我不管 我要再加花生 硬是要加 哇 這花生超香的 加上 一匙 就這樣 加進去 那這怎麼辦 吃掉 好 我先吃一下 待會兒再聊 問號 待會兒忘了 不管 先吃一下 你看 不錯欸 中間 滿好吃 它原本裡面就塗奶油 我剛剛沒發現 又把花生這樣塗進去 但是 不錯 然後這是椰漿 好吃 好 我剛剛 剛剛說 我跟朋友就在樓下聊天 在樓下聊天 聊著聊著 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點感觸 因為 有一群人都一起做在投資 投資那個 2912 那我昨天跟他講的時候 好像293 294 可是我也不能很明確跟他說 我覺得你通通都賣掉 剛好有客人在問那個 Driver的手沖 手沖 手沖跟 手沖跟冰滴的 我說有一群人一起都來投資 然後 我 我三不五十 因為我每天早上 只要一開盤 我的手機 我手機就會有個簡訊通知 我是 看得到嗎 上面寫 2912 統一超 限價292 限價293 低於346 為什麼我設一個346 就當時 我在346以上 我還有買 然後那時候還警告自己 低於那個價格 我就要做 做一些動作 我記得好像是低於 我就要去買 因為覺得往下掉嘛 就接啊 346去現在 292 差了50塊 50多塊 那我們裡面有些人 最少都10張以上 你看這樣下來賠多少錢 可是你很難跟他講說 你們通通不要玩了 你們現在立刻通通賣掉 為什麼 因為都賠那麼多了 而且 2912每天都有新聞 每天都有新聞 業績很好 然後 我們專門在投資那個朋友 到現在他自己還在裡面 他也沒跑掉 所以造成大家都 都在裡面都沒跑掉 然後 每天都在等 什麼時候回來 那我常在想說 我買股票是為了要解套嗎 不是啦 我買股票是為了要賺錢 可是為什麼 曾幾何時 現在每天買股票是為了解套 還好 我是在 還沒300 我300以上 我就全部出光光了 我認了 我認了 那我賠了也 不少 賠了也不少 但是我覺得 OK這個是 一個人生的一個 算是警惕 警惕 不能算教訓是警惕 那為什麼 你會那麼放心的去買 當時 原因就是 因為 有人 就是這樣子 有賺到錢 再加上 他真的是 看起來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股票 所以你才會進去 所以 而且那個朋友 他也不是 要害大家 他是真的覺得 這東西很好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在人生的過程中 我們偶爾會遇到 好人 明明是好人 那他也是想要幫你 但是結果可能是害了你 我想你們應該有遇到 我還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次 我那時候在保險公司上班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朋友是在保險 直銷類 銷售類的公司上班 你知道裡面的主管 他們很愛用一招就是 叫你去買房子買車子 叫你去 去消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消費之後你就會沒有錢 你才會想要認真賺錢 這是很多主管都會叫下面 所以你去看 保險直銷那些人 很多人都開名車 但是 有絕大部分的人 車子是分期 車子是主 當然我沒有說分期就是沒錢 但是有些人就是為了 有那個派頭啊 他去買車子 那為了讓你造成壓力 叫你去買房子 我在二十幾歲 就被我以前的主管 帶到基隆去買了一間 只是付頭期款 而且那還是預售屋 在基隆港旁邊 那時候那個案子叫大船入港 現在已經沒有 當時是雅士 雅士集團 還有東地市集團 東地市那個也跑到大陸去 反正弄了一家叫做 我忘記名字 反正那個建案叫大船入港 應該距今已經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然後我前年後每個月付兩萬 付了兩年多 付了快 四十幾萬塊五十萬 後來那間就倒了 那間倒了 而且呢 中途我那個主管呢 因為缺錢 他自己都沒繳下去 然後呢 我繳到那個工資倒掉 賠了快五十萬 那你說當時他的目的 他一直鼓吹你 叫你去買房子 叫你去買房子 目的是什麼 可能也是 要幫你 要給你壓力 讓你多賺一點錢 結果呢 他害了你賠錢 然後我後來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保險做了五年 做到後來 為什麼我沒有做的原因 是因為 以前我們那個單位 每個人都表面 光鮮亮麗 視底下爛帳一堆 然後我那時候 很認真在做 SoulCase來 那個主管看到你 有收入 跟你借錢 有主管到現在錢還沒還我 我在二十幾歲 借的錢到現在還沒還 但是那時候 我心裡有個主意是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你借債差不多 我會借你 但是從那個時候 我離開那個職場之後 到現在 我再也沒借過人家錢 因為 你借人家錢之後呢 你就變壞了 因為你去跟他要錢 他跟你說 我沒有錢啊 你一直找我 我沒有錢啊 我不是不還你 我沒有錢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看你要買什麼東西 你去分析 我來幫你講 我就是這樣被他騙 我去分 我那時候記得 我為了要換一台筆電 好像是華碩 換一台筆電 我還刻意去 用信用卡 付了之後呢 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 循環信用 真的喔 我是故意 我故意五六萬塊嘛 然後我故意跟他講說 我每個月 繳自己分期 會有利息產生嘛 他說他要幫你付 對不起 只付一起 後來他沒辦法 後來我還是自己想辦法 把他換掉 所以從那時候 我又看透那個產業 因為很多人 當然 我是指我們那個辦公室 不是說販子所有保險或指銷 我當時在的環境是這樣 讓我覺得 我不想要在那個環境 所以後來我做了五年 我發現做了五年 那個辦公室裡面 都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我覺得 那個不是我想要待的環境 後來我才到網路公司去做 跟網路相關的 那才演變到現在 現在從事 我現在也是做網路 那個時候剛好是一個轉機 對 我當時沒離開 繼續做保險 我現在大概苦哈哈 真的 沒有做過保險的人 不知道做保險 辛苦在哪裡 真的 你做過之後 你會發現 很多事情都是表面 怎麼說呢 你看到每天要精力充沛 活力十足有沒有 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假的 你有空的時候 客戶永遠都沒空 那客戶有空的時候呢 是假日啊 那你假日要幹嘛 你假日沒得休 你假日要去陪客戶 去配合客戶的世界 當然有比較Tub的Sales 可能客戶自己來找他 也是有 但是我們那種不上不下的 不入流的Sales 說真的 要早點不要做是對 我好險早點沒做 我只做五年 而且 你知道做保險的時候 很 我覺得回想起來很悲哀的地方 是 你看到每一個朋友 你心裡就會想 聊天的話題會聊到話 自然而然就會帶到保險 會問人家有沒有買保險 買哪一家 那有沒有需要 可以幫忙 你可以幫他比較保單 或什麼問題可以問 聊天聊一聊 聊到後來就會牽到那邊去 你會覺得 有點討厭這樣子的自己 就是你跟他聊天是有一些目的性 可是你做那個工作沒辦法 你必要這樣子 否則你沒有 你沒有飯吃啊 那後來做五年之後 到網路公司會覺得很棒 雖然領的是固定薪水 可是在當時我的收入還不錯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種 感覺好像為了你好結果害了你 那這次的投資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我不會怪朋友或怪任何 我怪是自己 因為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操作 事實上是有錯誤 再加上我們不是那種 生後很多錢可以在那邊撐著的 你的錢是必須要流動的 這種要流動的 你是很不適合做投資的 因為 莫非定律嘛 你越有錢的朋友呢 越不缺錢的朋友 越容易賺錢 那你如果你的資金是需要流動的時候呢 你常常會在資金需要流動的時候缺錢 我覺得投資這件事情 不是任何人都適合 不是任何人都適合 那我剛才講 我昨天跟那朋友聊完之後 金釘又低 那他是說他沒有很多 還好 而且沒有什麼生活壓力 所以算OK 我覺得我就說那這樣好 我也不敢跟他講說 你全部都賣掉了 通通不要 可是這樣子 你馬上就是賠錢了 這種你不能勉強 不能暗示 可是有時候我是很想講說 真的 你不覺得那個 很奇怪嗎 那麼高一直疊 然後那麼多的利多 他卻一直持續往下 而且他不是一口氣掉 他是慢慢掉 那溫水煮青蛙 我之前其實 曾經有一次Vlog中間 有講到青蛙的故事 其實我就在講這件事 我那時候講溫水青蛙的時候是308塊 我還記得 今天是292 又掉16塊 那 國家 政治也是 有時候你選了一些人 你感覺好像 你並不是想要害大家 你就是喜歡他 所以你選他 就選上之後 他表現出來跟你當初想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才說 周政 政治也不用太投入 你選選舉的時候 是一個嘴臉 選上之後 你打電話到他服務處 要請他幫個忙 你看他有沒有時間 你是誰 他根本不認識你 那他會幫一定 他會去幫忙的一定是 跟他利益有關係的 或者是跟他未來選舉 是有幫忙的 例如說幫了他之後 可能會有報導有什麼 你不要不相信 很多東西都有算計在裡面 我今天又看到一個 FB上的笑話 我保證我不會選總統 不會保證 真的 我告訴你 我不會選總統 我會好好的把我工作做好 把我生活過好 把家庭過好 我一定不會去選總統 對 那另外我要恭喜 那個李鼎的同學 他的內部 他去年的一個作品 叫烏鴉燒 又得獎 得什麼獎 我剛剛 剛剛沒注意看 等一下看一下得什麼獎 拿下了紐約 紐約 紐約 Festivus Award 我是不懂 這是什麼獎 然後是裡面的 電視電影類 劇情 片 的最高榮譽 金像獎 Doward Model Model 很厲害 很厲害 你恭喜他 恭喜他 恭喜他 總之啊 我是覺得 我們生命中都會出現一些 一些 人 幫忙你 但是 也會出現一些人 也是幫忙你 但是 結果 可能會影響到 但是這個 這個都是命 這個你不能怪人家 這是不能怪人家 只是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不要太雞婆 例如說 別人做什麼事情 不要去跟他 你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你不要直接針對他講 就像我現在在跟你們對話一樣 其實 我是想讓那些 人聽到 我想要讓他聽到的人聽到 但是他們可能不會聽到 但是你們 好像有點選 總之啊 今天結論是 我不會選擇 OK 就這樣 Bye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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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看得懂了嗎 我 我沒記 我看指標也知道 OK 難道你有記嗎 你也沒記吧 我是有記者就在這邊 屁 你偷看到 你不要騙我 他會走回去嗎 他不會 但我會 再走 用Facebook 好 你需要加過後就快嗎 不用 用千島醬好嗎 可以 好 幫你給我 我可以先回去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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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嗨 雨好大喔 等一下喔 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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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嗨 呃 嗨 嗨 嗨 對啊 嗨 梅 童 他來這裡了 嗨 嗨 不喜歡嗎? 你不喜歡嗎? 不要啊 不喜歡 他不喜歡這裡 走了